这是最爱喝酒的将军 八岁饮酒 七十三年九龄 一天就要喝掉一瓶茅台 他就是开国上将许世友 为酒而生 因酒而死 晚年病重 酒不离身 甚至连去世后 棺材里都得摆上茅台酒陪葬 可嗜酒如命的他 却唯独在一个人面前落了下风 不仅被喝得心服口服 还保证会言听计从 这个人是谁 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百度搜索许世友喝酒 了解更多 这位酒鬼将军的故事 点个三连马上开讲 泰国上将许世友 武功高强的名声在外 可实际上比武功更出名的是他的酒量 从小受到父亲叔伯的影响 许世友八岁开始饮酒 少林寺习武时期 他一边提升武艺 一边精进酒量 到了红军时期 身为一师之长的他 酒瘾更是达到了巅峰 别的军中将军 行李中不是衣物就是书豹 唯独许世友的挑夫 一头装